大家好,下面我们来看新概念语第四册的第五课了,就是Lesson 5, Youth,青年。 咱们先来看一看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请打开书,第30页, Please open books at page 30,第30页,咱们跟老师先读一读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Now, read, ask me, Leave, leave, fundamentals, Fundamentals Glorious, glorious Splendid, splendid Rub, rub Identity, identity Dreary, dreary Commitment, commitment Mean, mean Social climber Social climber Devotion Devotion Cosmic Cosmic Suburban Suburban Conseited Conseited Presemptuous Presemptuous Fatuous Clic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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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着来,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生词比较多。那么里面的重点词呢,也不少。咱们先来看看这个书的重点词汇。第一个重点词,就来看一看这个表示允许许可的这个。大声再读一遍。Leave Leave 允许或许可 有的说这个词不是表示离开的意思吗?这个词做动词可以表示离开,但做名词呢,一般不表示离开。做名词最常见的意思可以表示驾,请的这个驾。take, seek leave,就请并驾的意思。 那么另一个表示允许许可这个含义,是非常文言的书面语了。所以在本文中呢,是当一个正规的书面语,它向那个permission翻译成允许或者许可。而且表示这个含义呢,咱们记住,一般都用在一些固定的搭配里面,咱们可以把一些搭配把它记住。 比如这句话,he did it without my leave,他未经我的许可就做了这个事儿,未经某人许可就without one's leave,这固定搭配,leave在这儿是许可的意思,不能翻译成,在我没离开的时候他做这事儿了,这个不对,允许许可。那再比如说,the senator asked leave to take the floor,senator是参议员的意思,这位参议员请求允许,他要起立发言了。 ask leave to do something,叫请求得到允许去做模式。这个take the floor不是拿走地板,拿地板没用,那take the floor表示,站在这个台上准备发言,就起立发言,就take the floor,这位参议员请求得到允许,他准备发言了,可以这么说,ask leave to do,当固定搭配,可以背起来。 那么本文中呢,是用在leave的第三个重要用法,是一个文言的,而且非常客气的表达。 叫做I take leave to do something,叫请允许我这个冒昧地做模式,就我擅自拿走了做模式的许可了,就请允许我冒昧地来做模式。 我们看一看常见搭配,我们接着说,I take leave to say,请允许我冒昧地这么说,I take leave to doubt,请允许我对此表示怀疑,就是对此我不敢苟同,本文中用的这个搭配。 再比如说,I take leave to think,请允许我这样来认为,就是我说这事,你可能不开心,但是我还要这么做,叫请允许我冒昧地做模式。 作为固定搭配,咱们可以记住。 那么跟它搭配的还有很多类似用法,这个表达非常文气,我们有一个比较口语的用法,叫什么呢? 叫forgive me for doing something,原谅我做这个事,就还是请允许我,我擅自做这个事,怕您不高兴,这个用的比较通俗一些,口语用法。 咱们再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forgive me for saying so,but what you said is nonsense,请允许我这么说,但是呢,我说你说的话,纯粹都是废话。 你要直接说what you said is nonsense,可能对方过来打你一顿,我们现在呢,有个精神准备,请允许我呢,这么说,就是原谅我,我说的话,可能您不爱听,但是我还得说, forgive me for doing something,固定搭配,比较口语化,这个可以记住。 那么跟它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说常用一些搭配,请允许我冒昧地做模式,还可以用liberty这个词做中心词,叫做I take the liberty of doing something,允许我冒昧地去做模式, 就我擅自拿走了做模式的自由了,请允许我冒昧地做模式,同样可以看例子。 I take the liberty to ask you,I'm sorry,I take the liberty of asking you a question, 请允许我冒昧地向您问一个问题,take the liberty of doing something,不跟to do,这个答备,把它记住。 好,还有最后一个,咱们再几个,也是非常客气的一种吧,叫做I venture to do something, 也是呢,请允许我冒昧地去做模式,venture本来就冒险的意思, 我做的事呢,恐怕你们不高兴,不开心,但是我还要说,或者还要做,对吧,比如说, I venture to say that you are making a dangerous mistake, 就是请允许我冒昧地说一句,你现在正在犯一个危险的错误, 你可能不爱听,但是我看着你犯错不忍心,你不爱听,我也要说, I venture to do,也是表示请允许我冒昧地做模式。 所以这个leave这个词呢,注意,表示允许用在书面中, 把搭配记住,以及把相关的,请允许我冒昧地做模式, 一些课套表达记住,就好了,这个单词,跟老师看到这儿。 好,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基本原理,基本原则这个词,这个词习惯用复述,后面必须解释,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fundamentals,基本原理,基本原则, 咱们先看个英文解释,什么意思呢? fundamentals means basic rules, ideas or principles, 就是某个事情的最基本的一些规则呀,一些观念呀, 或者一些原则,就我们常说某式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注意, 这个词做名词,常用复述,后面一般直接加s就好了。 我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the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哲学的基本原理,就入门知识,对吧?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s,表示经济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fundamentals,这个名词注意,必须加s。 那么跟他类似的生活中,还有好多, 我们可以用来替换的一些固定搭配,咱们可以记住, 而且一般的习惯也是用复述,比如说, the basics, the rudiments,还有the first principles, 都可以表示某个事情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是类似的, 而且一般都是用复述,我们大声来读下, the basics, the rudiments,再来一遍, the rudiments, the first principles, the first principles, 好了,这是我们看到当名词来用, 但是我们知道fundamental这个词, 直接去掉那个s呢,它本身也是个形容词, 叫根本性的,这也是在口语写作中, 咱们用的特别多的一个词卫, 我们跟老师大声带嘟一遍,fundamental, fundamental,它表示basic,或者essential, 叫根本性的,根本的,我们经常说,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两个事物的根本区别, 再比如说,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problem, 这个问题,根本性的原因, 它究竟最根源的原因是什么, 这cause起因的意思,就好了, 这记住,fundamentals,做名词, 强用复述,以及形容词相关用法, 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 好,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一看, 后面这个光辉灿烂的,荣耀的,辉煌的, 诶,常见词了,我们大声再读下, glorious, glorious,光辉灿烂的,荣耀的,辉煌的, 这个我们生活中用的也特别多, 咱们看一些例子,我们经常说, 这是一个辉煌的成就, 我们取得了a glorious achievement, 一个光辉灿烂的,辉煌的成就, 再看一个版本句子吧, 比如说,所有的中国同胞, 应该共同努力,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光辉的未来, 这个光辉的未来呢,也是我们常见的这固定搭配了, 对吧,你看我们看看这句话, all the Chinese compatriots should t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create a glorious fu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咱们看一看啊, 所有的中国同胞, 中国的,叫Chinese, 后面那个compatriot, 有的时候也能读中compatriot, 都行, 叫同胞同意国家的人, 咱们大声来读下, compatriot, 或者这么读, compatriot,都行, 所有的中国同胞应该共同努力, 共同努力叫take concerted efforts, 叫共同努力, concerted可以叫配合的, 协作的, 协同的, 因为我们知道concert不是音乐会的意思吗, 音乐会各个拉小的闲的, 打得闲的, 什么吹号的, 得配合到一块, 所以就配合的, 协同的, 叫concerted, 这共同努力去干嘛呢, 来创造一个光辉的未来, 什么呢, 中华民族的光辉的未来, 光辉的未来叫glorious future, 就好了, 那么我们指光辉灿烂的未来, 本文中有替换, 我们自己先看一看, 还有哪些形容词, 表达光辉的修饰这个未来之词, 其实非常多, 你像可以用a rosy future, 一个玫瑰花一样的, 红红火火的未来, 也是光辉灿烂的未来, 就是用字母e, 那个rose, 玫瑰花去掉e加y就好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不要读rosy, 不是肉的意思啊, 舌尖勾回去发rosy, 这么一个声音, 再来面, rosy, rosy, 本文中用的是, 这个splendid替换, 其实用brilliant, magnificent等等都行, 我们把分文起几个大声, 当短语来读一下, brilliant future, splendid future, magnificent future, 都可以表示光辉灿烂的未来, 这个都可以替换, 这个都行, 本文中, 一会我们看看, 它是用哪个词来替换, 那么这个glorious, 光辉灿烂的辉煌的, 可以这么来用, 它的名词形式呢, 用的特别多, 就是光辉, 光辉荣耀, 大声在读下, glory, glory, 就什么长处的, 光荣, 荣耀, 辉煌, 而且尤其经常指, 当初的往昔的光荣, 尤其呢, 这固定搭配叫光辉岁月, 大家可能想到, beyond的那个, 英文歌里, 这个beyond的乐队里边, 著名的那个歌, 叫光辉岁月, 其实翻译成英文之后呢, 就是glory这次, 并不是英文歌了, 它这个歌的名称, 翻译成英文是这样的, 尤其指当年的光辉岁月, 想当年呢, 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什么什么好日子, 好, 这个当时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 光辉岁月, 再读一下, glory days, 这个说固定搭配可以背起来, 咱们一般不说glorious days, 就好了, 好,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难题, 困难或者困境, 这个词汇,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rub, rub, 这个词做动词来用, 本来是摩擦的意思, 在这做名词, 是困难, 难题或困境, 如果英文解释呢, 就是a problem or difficult situation, 就是一个难题, 困难或者一个困境, 一个麻烦事啊, 一个困难的局面状况难以解决的事, 叫rub, 而且呢, 这个rub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一般也是用在一些固定搭配里面, 我们把一些句型可以记住, 比如说, here's the rub, here's the rub, 我说问题就出在这儿啊, 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里就是那个, 你找的那个问题, 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here's the rub, here's the rub, 问题就出在这儿, 它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说法, 含义类似, 叫什么呢, nest where the rub is, 那问题就出在这里吗, 那就是问题所在吗, 两句话意思几乎一样, 我们本文中用的是第二个搭配, 大声度下, that's where the rub is, that's where the rub is, that is who my where呢, 等于引导一个表语从具来, 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问题困难所在, 可以这么用, 这是这个rub,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但是这个rub做动词, 表示摩擦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考试词汇, 尤其是在厅理考试里面, 经常出现这个习语, 叫rub somebody the wrong way, 这个不能说用, 错误的方式来摩擦某人这个不同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某人生气的意思, make somebody a little angry, 使某人有点不开心, 使某人生气, 叫rub somebody the wrong way, 固定搭配, 可以把它记住, 这个在厅理考试里听得最多, 咱们看看当年一道托福厅理真题, 咱们听听看, 嗯, 好, 我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Question number thirty two, what do you think of our new economics instructor, I don't know, something about him rubs me the wrong way, what does the woman say about the instructor, 你能听清, something about him rubs me the wrong way, 基本就能选对, 大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正确答案是不是应该选择A选项, she has a negative impression of him, 这个女孩子对这个男的有一个负面的不好的印象, negative, 负面的不好的, 为什么, 他总是他觉得他身上有某个东西让我觉得很生气, 我看不惯, 看着就别扭, 为什么选A, 把原文中再看一看, Question number thirty two, what do you think of our new economics instructor, I don't know, something about him rubs me the wrong way, what does the woman say about the instructor, 就是第一个男的说, what do you think of new economics instructor, what do you think of, 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口语, 叫你对某人某事看法如何呀, what do you think of Beijing, 你对北京有什么看法呀, what do you think of our new economics instructor, 你对我们的新的经济学的老师有什么看法呀, 你觉得他怎么样啊, instructor其实就是老师的意思, economic经济学, 第二个女的说, I don't know, something about him rubs me the wrong way,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我觉得看着他别扭, 他身上有某个东西让我觉得看着别扭, 生气, 看着就生气, 什么意思呢, what does the woman say about the instructor, 他关于这个老师说什么了呢, 这个女人对这位经济学老师就是她了, 有一个负面的印象就好了, robs somebody the wrong way, 令某人生气, 可以把它同时系统, 好, 我们下面再看一个跟他类似的搭配, 也是表示让某人生气, 让某人有些气氛, 听力考试考得最多了, 咱们先看一看怎么说呢, 这叫get on with nerves, 这个大家注意, 既然是听力考试, 口语考试考的, 发音就得更注意了, 这个连读get on, get on连在一块, 大声再来没, get on with nerves, get on with nerves, 表示让某人生气, 这考试特别多, 随便拿出一道听力真题, 当年的突如真题, 咱们听力看, 好, 先听力一遍, why did you come to the meeting late, I let the message with your roommate about the time change, she has a very short memory, and it really gets on my nerves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这女人暗示什么呢, 咱们应该选哪一个, 好了, 时间一到, 咱们说应该选哪个, 正确答案是C选项, her roommate is unreliable, about delivering messages, 她的这个社友啊, 在给别人传递消息方面, 实在是太不可靠了, 记性太差了, reliable靠不住的, 为什么选C, 看着原文, 咱们再听一遍, 这个第一个男的们, why did you come to the meeting late, 为什么你来开会来晚了呢, I let the message with you, rooming about the time change, 是我给你的rooming说有啊, Left the message 留了个口信, about the time change, 关于这个时间的改变呢, 让他转告给你啊, 原来两点开会, 今天提前一点开会, 为什么还来晚了呢, 所以他这么说, why did you come to the meeting late, I let the message with rooming about the time change, 第二个女的说, 嗨, 别提了, she has a very short memory, and really gets my nerves sometimes, 这个人的记性特别差, 某人记性差, the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the记性短, 记忆力短呗, 就我们说了撂转就忘, 刚说了马上就忘了, the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就行了, and it really gets my nerves sometimes, 这真是有的时候让我很生气, 你看这回又耽误事了, get on my nerves, 让我觉得很生气, 变成gets on my nerves, gets, 第三个单数, 那么这个女的暗示什么呢, 当然是, 这个社友在给别人传递消息方面, 实在是and reliable, 太不可靠了, 为什么记性太差, 记性太差, 在这get on one's nerve, 也行, 好,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rob这个词表示难题, 以及他做动词相关的一些重点习语, 咱们抓住重点记住就好了, 记忆不能, 这个乱记讲究效率, 这个单词重点, 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下面有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多义字, 就是表示信奉信仰, 或者对某人的承诺, 都可以用它, 表示这个含义, 这是一个书面语了,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commitment, 本文中是表示第一个意思, 信奉或者信仰, 对某个主义啊, 或某种宗教的信仰, 我们可以用它, 注意, 对什么什么的信仰, 咱们第一个记住, 后面搭配, 加切词to, commitment to something, 后面可以跟某个主义啊, 某种这个宗教啊, 都可以, 我们常见搭配经常说, have a sincere commitment to something, 对某个东西, 有一个真诚的信仰信奉, 或者发现独信什么什么, 就深深的信仰呗, 竹子头一个麻, 那个独信, 比如说have a sincere commitment to religion, 独信宗教, 对吧, 同样的have a sincere commitment to communism, 叫深深的信仰,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 英特纳修奈尔一定要实现, 可以用它, 这个后面注意一下这次to, 而且什么动词呢, 把我们跟have搭配, 这个好记, 这是信仰, 但是我们记住, 这个commitment在生活中, 还有一个更常见的意思, 就是承诺,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promise, 但是commitment这个词, 比promise要正式一些, 我们又信了一个, 又看到了一个这个表示承诺的词, 写作口语中就可以替换了, 可以替换那个promise, 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是在我们这个绝望的主妇, 这个美剧中的一个片段, 咱们的片段先看一看, 先看一看, 能不能看懂大概的意思, 你看这是两位绝望的主妇在对话, 第一个对旁边就说了, she promised to stand by him, and once you make that commitment, you have to see through, she promised to stand by him, 就是他呢, 答应要支持帮助这个男的, 一旦你要是许下这个承诺的话呢, 你就应该坚持把它完成, 大家看着很眼熟吧,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在前面那个, see something through 讲过, 咬牙, 把这个事情坚持完成, 有些困难的事, 咱们的第四课, 可以看见东西的手里面刚刚讲过, 现在我们看前面那个, once you make that commitment, 一旦你许下那个承诺, 这个make that commitment, 就像是make that promise, 为什么没有用make that promise呢, 因为前面出现动词promise, she promised to stand by him, and once you make that promise, 就别扭了, 所以口语中也出现了替换, 这换成名词commitment, 你可以make a promise, 跟make a commitment, 意思是一样的, 许下承诺, 另外老师说过, stand by somebody, 翻译成支持帮助某人, 如果没有宾语, stand by单独使用什么意思, 表示袖手旁观, 你看, 美国宾语是袖手旁观, 家人宾语是支持帮助他, 就好了, 所以呢, 第二个意思是表示这个承诺, 表示承诺呢, 经常跟make这个词汇搭配, 但是同样我们有这个答案, 搭配就会owner, 或者fulfill one's commitment, 是什么意思呢, 履行承诺, 履行了承诺, 或者兑现了承诺, 就说话算数了, 履行的承诺, 我们看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我们必须履行对小国做出的承诺, we must honor our commitments to small nations, 我们对小国做的承诺, 不能说话不算数, 说话算数的, 说话算数, honor our commitments to small nations, 大家看到, 他这后面借词搭配跟刚才表示那个, 这个信仰搭配一样, 后面都是跟借词2, 可以把它同时计论, 当然换了fulfill也行, fulfill也行, 我们下面再看一个搭配, 比如说, 美国总统重申了美方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 重申了承诺, 重申, 咱们可能在二侧老师讲过一个词, 叫reiterate, 比较正式的一个词汇, 咱们看这句话怎么说,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iterated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three Sino-US joint communiqués, 后面这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 这是固定搭配, 咱们一会儿会说, 美国总统,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怎么样呢, 重申了, 我们把这重申这次大声读一下, 把字母D去掉, 读一下动作原型, 当然里面, reiterate, reiterate, 好, 重申了, 就再次讲, 把重要的话再说一遍, 美方的承诺, the US commitment, 对什么的承诺, 看到解释还是下to, to the three, 三个, Sino-US, 这个sino, 有人也会把它读入sino, 都行, sino-sino都是指中国, 它是来自于这个sino, sino-sino, 这个字根本身就是中国, 当然跟这个罪, 宗教里的罪, 那个sino-sino, 没关系, 这个sino-sino是来自秦, 秦朝那个秦, sino这么音译过来的, 原来是法文, 有法文又翻译到英语里面, 但还是有sino-sino, 秦这个音, 秦国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嘛, 所以这个sino和sino, 才是sino-sino这个字根, 中美, joint是形容词, 表示联合的, 联合到一起的, 我们可以读一下形容词, joint, joint, 后面这个词是个法语词汇, 叫政府的公告, 或者是公报, 单数是把后面那个s去掉, 最后字母一上面好像有一瓶, 这个不是电脑进病毒了, 就是法语词汇的一个标志嘛,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ommunicate, communicate, 3, sino-us joint communicates, 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那么美国总统重申了美方, 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 就好了, 我们看到commitment, 回顾一下, 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表示, 这个信仰, 信奉, 叫have a sincere commitment to something, 第二个呢, 叫promise承诺, 可以用make a commitment, 或者是make a promise, 可能搭配一样, 还有呢, 履行承诺, honor, fulfill one's commitment, 还有一个, 重申了, 老人的承诺, 就是reiterate one's commitment, 都可以, 对什么的承诺, 注意后面其字加图就好了,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热爱, 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devotion, devotion, 叫热爱, 有的人说这个词不是奉献的意思吗, 确实, 这个词是多一词, 它表示热爱的时候呢, 一般也强调有奉献精神的爱, 所谓跟奉献这个含义也是相关的, 而且它后面借词搭配呢, 依然是跟to, devotion to somebody or something, 可以表示对某人或某个事物, 某个事业的热爱, 对吧, 比如说, devotion to the cause of education, 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 这个热爱就强调有奉献精神, 像李老师天天忙着讲课录课, 李老师就, I have a devotion to the cause of education, 李老师对教育事业, 就奉献精神这个爱, 对吧, 可以这么说, 那么表示爱的词特别多, 我们一个没有什么场合限制的, 可以用love, 这对什么的爱都行, 对于什么情人啊, 什么老婆呀, 老公啊, 爸爸妈妈, 孩子甚至狗的爱, 都能叫love,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场合限制,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热爱小花小猫, 小狗狗, 这都行, 没有什么场合限制, 但注意, 这个love, 这种爱, 一般会们借词搭配, 多跟for搭配, my love for you, 我对你的爱, 这个后面不能加this to, 比如说这个金戒指, 代表我对你的爱, the gold ring stands for my love for you, 注意, 加这个for, 那么表示爱还有很多, 还有一个affection这个词, 在我们心肝念第三侧讲过, 这个词一般翻译成慈爱或者柔情, 多是表示父母亲对子女的爱呀, 慈爱或柔情, 我们大声都讲affection, affection, 我们常见搭配就是父母亲的爱, 叫parental affection, parental是父母亲的, 来自名字parent, 对吧, 这个好记, 还有分开的母爱和父爱, 我们先读一下妈妈的爱, 母爱, maternal affection, maternal affection, maternal是母亲的妈妈的, 再读一下父爱, paternal affection, paternal affection, 这是父爱, maternal是母亲的妈妈的, paternal是父亲的爸爸的, 可以这么说, 还有一个词呢, 就是我们来自于这个词的同根的形容词呢, 就充满柔情密意的, 充满柔情的, 充满慈爱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ffectionate, affectionate, 学过三册同学可能还记得, 这个在我们第三册的第九课, 飞猫那颗书这么讲过, 再来一遍, 注意, ate在动词里面发ate, 但形容词名词里面发ate, ate, 叫过分的迷恋, 过分的迷恋, 就是对某个人某个事, 我们失去理性的爱, 疯狂了, 哎呀, 疯狂的爱上他了, 你不爱我, 我就弄死你, 失去理性的疯狂的爱, 一般是粉丝的爱呀, 或者两个人突然间一见钟情了, 如干柴烈火, 两天又打起来了, 这种我们用它, 我们大声都叫, infatuation, 因为我们看到本文中有个形容词叫fetuous, 叫愚蠢的, 所以这个是失去理性的, 不理是有些愚蠢的爱了, 比如说, there is infatuation with each other, won't last, 他们彼此之间这种失去理性的爱呀, 不会持久的, 两人一见面, 马上咱结婚吧, 咱第二天生四个孩子吧, 这种长久不了的, 等两天之后就打起来了, 我们在infatuation, 叫失去理性的, 这个爱, 可以这么来说, 就是只爱几个相关的词, 放在一块儿, 不再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儿,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宇宙的这个词, 大声先读一下, 注意中间法z, 后面是k, 大声里面, cosmic, cosmic, 当然英国人读出cosmic, cosmic, 确实美国英语是个lazy English, 是懒惰的英语, 啊, 这口型舒服多了, 甭嚼嘴了, 下里面, cosmic, cosmic, 宇宙的, 可以这么说, 这个词咱们三侧见过, 你看, 宇宙是这个名词, 它的同根的名词, 我们大声读一下, cosmos, 中间法z, 后面法z, 再来变, cosmos, cosmos, 这是宇宙这个名词, 形容词就是cosmic, 就好了, 但是还有一个词叫喜剧的, 或者滑稽的, 用这个词大声那边, comic, comic, 喜剧的, 或者滑稽可笑的, 三次讲过喜剧的名词是comedy, c-o-m-e-d-y, 对吧, 所以comic是喜剧的, c-o-m-e-d-y, comedy是喜剧, 还有一个词呢, 也是一个行进和音进词, 拼写翻译都像, 就是会心这个词, 我们大声再度讲, comit, comit, 读快了之后那个t, 失去爆破了, 顶住上沿堂, comit, comit, 这么一个声音在那边, comit, comit, 这指彗星, 那么还有相关的词, 我们还有一个词, 指化妆品, 指化妆品呢, 有两个词, 第一个呢, 是跟本文中这个发音和评写接近的一个词, 大声里面, cosmetics, cosmetics, 这是化妆品, 还有一个也是指化妆品, 我们再来面, makeup, makeup, 当然这两个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这个cosmetics, 一般是指呢, 放在瓶子里的, 买来的一瓶一瓶的瓶装的, 化妆品, 这个makeup呢, 一般是涂在脸上的化妆品, 就擦在脸上的化妆品, 你看我们可以这么说, she doesn't wear makeup, 这个女孩子没有擦化妆品, 这个wear不是穿衣服, 是涂抹, 涂在脸上, 没有擦化妆品, 就不湿粉带, 素面朝天, 那你就不能说, she doesn't wear cosmetics, 这个化妆品是瓶子里的, 那除非脸上钉钉子, 瓶子挂上了, 这个就不对了, 就是cosmetics, 用这个词就错了, 另外得区分一下, 我们知道cosmic是宇宙的, 但universal这个形容词, 可不翻译成宇宙的, 很容易翻译错哦, universal翻译成世界性的, 或者普遍的, 这在三册的29课, 咱们提过一次, 这个很容易错, 世界性的, 普遍的, 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片段, 三册29课里面, 出现这么一句话, Certain funny situations, have a universal appeal, 某些滑稽的场景, 怎么样呢, 有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 就是全世界人民都喜欢, 这个appeal表示吸引力, 相当于attraction, 好, universal注意, 是普遍性的, 世界性的, 真正值宇宙的, 应该用cosmic, 尽管universe, 这个名词可以表达宇宙, 但universal注意, 很容易错, 好, 这个重点词, 给老师看到这里, 下面有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郊区的, 派生意就是见识不广的, 偏狭的, 目光短浅的, 当然这是对郊区人的偏见了, 我们大师先读一下, suburban, suburban, 本意是郊区的, 派生意是目光短浅的, 见识比较短浅的, 这个是这样一个, 它跟另外一个词,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就是provincial这个词, 你看它们派生意都一样, 第一个suburban就叫郊区的, 派生意是目光短浅的, 下面这个词再大声, 来读一下, provincial, provincial, 大家都知道来自哪个名词啊, 就中国的省嘛, 省是不是promise, 把i-a-l去掉再加字母一, promise是省, 在这儿呢, 刚好翻译成省的, 或者是首都之外的, 省的, 或者是首都之外的, 叫provincial, 派生意呢, 目光短浅的, 见识不广的, 没有到过首都, 这个人目光短浅, 跟这个郊区的, 是不是说, 一曲同工之庙, 都是表示目光短浅的, 比较偏狭的, 分别再读一下, suburban, provincial, 这两个其实都来自表示, 这个地域啊, 地理这样的词, 我们在复习在三册讲过好多, 有关地域, 地理位置, 这种一些形容词, 比如再看几个, 像农村的,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rural, rural, 叫农村的, 还有一个词叫田园的, 这个词有包意词的味道, 前面这个农村的呢, 是个中性词, 好坏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pastoral叫田园的, 强调农村的优美啊, 静谧啊, 祥和宁静, 所以田园的, 用这个大声读一下, pastoral, 我们经常搭配叫一副田园风光, pastoral scene就好了, 或者不可数名词, pastoral scenery, 田园风光就好了, 那么suburban呢, 表示郊区的, 咱们说了, 派生也就目光短浅的, 还有好多, 你像城市的, 我们大声再对下, urban, urban, 这个多好记啊, urban是城市的suburban, sub可以表示在下面, 或者在外围, 都行, 在城市外围一圈的suburban就好记了, 还有相关的, 比如说大城市的, 以及它的这个名词形式大城市,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这个大城市的, 大都会的, metropolitan, metropolitan, 再读一下大城市大都会这个名词, metropolis, 大城市大都会, 这是形容词, 还有一个叫国际性大城市的, 以及国际性大城市, 先读的一个形容词, 国际性大城市的, 像北京啊, 纽约啊, 东京啊, 答知道没, cosmopolitan, cosmopolitan, 好像来自于刚才那cosmos, 宇宙那个词了, 再读一下国际性大都会, 国际性大都会, 国际性大城市这个名词, 答知道没, cosmopolis, cosmopolis, 注意, 这个形容词跟名词, 它重音有变化, 我们再回来, 再大城市的, metropolitan, 大城市名词, metropolis, 国际性大都会的, cosmopolitan, 国际性大城市名词, cosmopolis, 好的, 这是几个, 跟地域地理相关的词汇, 有复习, 有新知识, 我们放在一块记住, 就好了, 这个词就老师看到这里, 谢谢观看